在1970年 有一個電視節目啟播 改變了無數人對信仰的提法 權能時間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要高興、歡喜 特別播放蕭律帕博士的時工 教導新一代 透過神的愛、你的傷痕 能夠轉化成聖光 這個意念就開始了 當時最受歡迎的例子電視節目 今天權能時間繼續使命 以新的聲音啟譯新一代 當你想靠神,沒什麼能夠阻撓你 蕭偉帕博士要鼓勵你 他的信息能夠讓你人生有新的視野 無論你的情況是怎樣 面對什麼障礙 一小時是你的權能時間 各位朋友早晨 歡迎收看權能時間 以及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的節目是相遇廣播 除了英文原聲之外 如果你的電視機是有禮音設備 你就能夠以廣東話收睇權能時間 今天蕭偉帕博士跟我們分享的訊息 是堅忍 在聖經亞國書第一章第二節 我的弟兄們 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 都要看為喜樂 人生充滿了各種挑戰 懷疑、苦難和試煉 小偉帕牧師鼓勵我們要信靠神 在人生的風暴 或者當我們面對各種試煉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信心和信靠神的美善 神是會帶領我們跨過 因為經過信心的試煉 會鍛鍊出堅忍 在雅各書第一章第三節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 就產生忍耐 當我們的人生持守著信心和盼望 我們就會變得更加剛強更加快樂 經過了苦難之後 我們就會變得成熟 雅各書第一章第四節 但忍耐要堅持到底 使你們可以完全毫無缺乏 我們的人生好像馬拉松比賽 我們都是熟靈的馬拉松跑手 只要當我們繼續一步一步向前走 神最終會幫助我們跨過終點 我們就會進入神給我們的呼召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 就產生忍耐 但忍耐要堅持到底 使你們可以完全毫無缺乏 這就是什麼的 讓祈求 äv bod konkurs 祝你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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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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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夜和話鎖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 高興歡喜 是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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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今天早上來到這裡 當偉柏告訴我 今天他要說關於堅忍 我要透露一下 好 我想起這裡的會眾 如何幫助我 度過我兒子健康上最難捱的一年 我很想說謝謝你 我喜歡我們一起的時候 就更加強強 請轉身跟身邊的人握手說 神愛你 我也愛你 我們很高興你在這裡 我們相信你離開的時候 會被激勵和鼓勵 我們祷告奉耶穌的命 我們知道你的同在 主 你在這裡 你是王 我們侍奉你信靠和活在你的國度裡 我們感謝你神 因為你比我們所面對的更大 主 感謝你允許永不離開我們 永遠不會離棄我們 你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你的子民 我們信靠你 我祈求天父 為每一位在這裡收看電視 或者現在在這裡的人 主 任何重担 無論人背負什麼 我感謝你 你的大能足以拿起他 我祈禱今天早上家鎖被粉碎 衝得被拿走 主 我們愛你 你請我們一起所需 我們信靠你 奉耶穌聖命 阿門 阿門 民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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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為了佳 阿門 跟阿門 哋 阿 commenc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请坐 今早在预备听委派的讯息之前 请先听上主在雅各书的话语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事年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事严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原备毫无缺欠 我深信那在 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们将会 和我们会坚引 教会的家人 主会完成在我们身上 开始的善功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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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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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約室的故事 他被邁到埃及做奴隸 他為法老解夢 成為第二把交椅 所以他是埃及很有權力的人 他最終邀請他的全家住在埃及 就是這樣發生的 我第一次去的位置 那位置下面就是拉美西斯城 底下的城市是個更古老的城市 叫做阿努斯 在那裡發現了約室和他家人的故事證據 太好了 他們發現這個小小的定居點 但他們不是埃及人 他們允許進入 就像聖經說定居在地上 而有趣的是當中有一座宮殿和墓地 墓園裡有十一座墳墓 和一座主要墳墓 是金字塔墓墓 但埋葬的不是埃及人 是那個猶太人 他這樣坐在那裡 一個雕像在前面 他有一支拳杖 你知道約室是政權的第二位 他有淺色的皮膚 他們知道 那不是他們慣常他畫的埃及畫 他有紅頭髮 我在想 紅頭髮從哪裡來的呢 你記得雅各和以蘇嗎 以蘇有紅色的膚色 所以一切都吻合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一些聯繫 然後最終這個社區擴大了 最令人驚訝的事是 這座墳墓被人闖入 當發掘人員 考古學家發掘的時候 他們已經被掘過 骨頭都失蹤了 如果你知道聖經的故事 約室說 他記得他曾祖父說 回歸到英許之地 約室說你們必須承諾 你會帶我的骨頭同去 當你們離開到英許之地時 而骨頭就不見了 好奇妙 真是好奇妙 所以你在至埃及之旅之後 有信仰危機 那裡本應有聖經的證據 然後你有類似的 製作這些紀錄片 你能夠 這樣令我想起史特博 他是無神論者 尚須否定神 然後找到所有證據 好像律師找到證據去支持神 聽你類似的事 發生在你的信仰危機裡 我完全不知道會怎麼發展 事實上 今天的訊息 是不是關於堅忍 是 沒錯 好了 這是一個堅忍的故事 十二年 像你想像的那樣 我以為是一年的項目 我越來越清楚 這將不會是在我預定的時間內完成 而是按神的時間表完成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最終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會引起多方的討論 它必須是多方面的 令觀眾聽到原因 為什麼他們說沒有聖經證據 但你也可以聽一下考古學家說 等一等 是 有聖經證據的 所以證據模式能夠表明 以前所說的真的發生過 而聖經證實是一個歷史文顯 所以他說 讓我們挑戰它 我有點害怕 說真的 如果這樣不成功會怎樣 但我想告訴你 是有奇妙的證據證實了聖經 肯定了你和你子孫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是有歷史根據的 而這部電影的重點 不太著重學者有立場的 他們捍衛自己立場 我想要你做的是 知道他們的看法 又知道什麼證據和聖經吻合 以至有一個完整的看法 讓你和我看清楚 等一等 這裡還有更多 因為很多人都有假設 是嗎 是 他們假設了某些事 但我估計證據模式的底線 是一套肯定聖經的好電影 隨後還有一系列的電影 你問到關於年輕人的 我們有一個新系列 我可以看到年輕人 以及更年輕的小朋友來看 所以我們拍了一套電影 叫證據模式 年輕探險家的系列 我們安排在下個月放映 太好了 我也有兩個孩子 我想早點開始是好的 我記得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我爸爸 他是一個牧師 他能夠以學術的形式 去教導聖經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我進入了學術世界 而多數人是沒有宗教的 他能夠以經文去思考 表達和接受 你用了我最喜歡的字 思想 你知道我們公司的名字嗎 是思想家電影公司 有一節經文說 我們要盡心盡聖 盡力盡意 愛著你的神 我領悟到 我們沒有必要把頭腦和信仰分開 如果是真理 就會存在 會顯出的 所以 而我認為信仰也包含思想和智力 這部影片有娛樂成分 是我們製造這部電影的時候 加入在知識部分 如何接觸 或者看到你的電影證據模式呢 是啊 我們有一個網站 如果你對這類確定聖經資料感到興趣 你可以瀏覽 太好了 馬天明非常感謝你今天來到 我們感謝你所做的製作 謝謝你邀請我 神祝福你 我感謝你 你的夜 你給我 I will praise your name Lift it high above these clouds that hang I'll cast my burden at your feet in your name You are beautiful I'm Emmanuel And every day should bow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You are beautiful Every miracle Let our anthem ring Holy and the highest We shall never cease To say You are beautiful I'm turning your wings You cover me when I'm a friend and weak You carry me when I fall to my knees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that carried me You'd save me where I am You invite me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I'm Emmanuel And every knee should bow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You are beautiful Every miracle Let our anthem ring Holy and the highest We shall never cease We shall never cease To say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The wind rise out The trees will bow Our hearts will sing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Arering anywhere You are ever it to be And every day He are great Oh Watch the sun go by It's plain to see Everything inside I can't find the light Reminding me that You are in my life You are holding me when I can't find the light You are beautiful I'm Emmanuel Every knee should bow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You are beautiful Every miracle At our anthem ring Oh my Lord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Gracious God We worship thee For salvation full and free Jesus Christ Our only King Our only King Father We adore For thee For thy love So vast and wide Shown to us By him who died Holy justice satisfied Father Father We adore The Father Now be thou Before thy face Let thy presence Still this place And still this place All the wonders Of your grace Father We adore thee Now again Our song be raised Now again our song be raised Sound of deep Atorbing praise So we'll sing Through endless days Through ever There's Through ever Il Our name We adore thee There's There's What There's This Now again our song we raise Sound of deep adoring praise Soon we'll sing through endless days Father, we adore Thee Jesus Christ, our only plea Father, we adore Thee Father, we love theeste 欢迎你到视频收看 欢迎你世界各地和我们一起 无论你经历什么 我们相信神会带领你度过 我們想你知道 如果你來這一區 你和我們一起崇拜 這裡是牧人圓林教會 我們愛你 我們甚至喜歡你 我們想和你一起走過你的信仰歷程 我們有好的兒童事工和好的教會 所以我們很想見到你 朋友 請這樣張開你的手 象徵我們來接受 我不是我所做的 我不是我所擁有的 我不是別人對我的評價 我是夢神所愛的 這就是我 每個人能奪去這身份 我不必憂慮 我不須匆匆忙忙 我能信靠我的朋友耶穌 並與世人分享他的愛 謝謝 各位請坐 好 今天早上我想對每個在座的 和正在收睇的人說 生活 是艱難的 無論你在這裡經歷什麼 你可能正經歷小難題 或者大困難 但是無論你在這裡經歷什麼 也好 我想你知道 神與你一同度過 今天我們將會說 堅忍的重要 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以緩慢和穩定的部分 贏得比賽 對嗎 我們知道是伊索說的 一個人 多數人 從未聽過他的 一個金融家名叫大夫 我是他的粉絲 大夫 在電台節目上 和一個朋友說 他問了他這個問題 他問你喜歡哪一本 關於成功生活的書 他就這樣回答 如果能夠介紹一本書 可以令人生成功 將會是這個兒童的故事 歸套賽跑 我作為牧師 很開心可以和很多成功人士打交道 不僅僅在商業上 還在其他方面 例如是政治 非牟利機構等等 最成功的人 似乎呢 都有一個共通點的 就是堅持和抗疫力 似乎有這些事情 在他們裡面說 是啊 我可能 不是最迅速 最快 最出眾的 但是 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吧 我會跨過終點線的 我要到達終點 步伐可能不是很快 但是肯定的是 我會跨過終點 這類人 似乎呢 是預料不到的 這一類人 在長途賽裡面 似乎總會在人群中超前 就是那些很緩慢和穩定的 能夠贏得比賽 是一個非常有活力 喜樂 積極 外向合群的人 這些是我的弱點 這些 是我正在學習的 長時間 慢慢的 持續的 聚焦在一個目標上面 甚至是很多年 最終會使他真正勝出 那些是世俗的智慧來的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 只要肯學習 我認為套入在基督教的世界觀上 就是盼望和信心 同樣給我們這些作為耶穌門徒的 這樣會幫助我 忍耐不僅使我在事業和其他事上有成就 忍耐還在信心力情裡得勝 當我們和懷疑 痛苦 試驗搏鬥 可能你正經歷離婚 可能你剛剛失去了配偶 可能你的孩子有病 或者你剛剛失去了你愛的人 你在想 我怎麼能捱過這些事呢 我想跟你說 你能夠度過的 只需要有信心 信心是指持續下去 信心是指不要放棄 信心是指走多一步 我可以告訴你 信心是關乎穩定 不是一步登天的 信心是關乎穩定 不是一步登天 它是關乎扎根 堅守 穩定 直根 是關乎居住在 神的家和外裡 信心是關乎每一天 每個早上 向著神 給自己的目標多 賣出一步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裡 用的詞語是 居留 是指安居 意思是在神安全庇護所裡 休息和放鬆 這就是信心了 在人生的 煩亂和 風暴裡面 我們繼續前進 因為我們有信心 我們相信 神的美善 阿門 我要你知道 神是好的 祂沒有放棄你 祂要帶領你跨過 不僅如此 當你跨過之後 你會比前 變得更加剛強 更加聰明 更加聰明 更加喜樂 這是個 好消息 所以不要放棄 因為緩慢和穩定 會贏得比賽 不要把自己和別人比較 這樣會毒害你的人生 只要繼續 一步步前進 因為信心 是關乎穩定 而不是一步登天 耶穌當說到 如何接受神的話語的時候 祂用了種子的比喻 有一個殺種的人在殺種 你可以想像 祂看著農夫 頭下種子 祂說 有些種子落在路上 就是當人 有一伙 乾硬的心 不肯接收神的話 有些落在石頭上 祂迅速成長 但是沒有跟 所以當事業和痛苦來臨 祂就會枯毀 而其他種子落在好土裡 但是和經濟一同成長 所以被迫壞了 不是被痛苦 而是被享樂樂趣 如樂分心 但是你 你是好土 當種子落在你的心上 種子將在你的心裡生根 隨著時間 祂將會結出果子 想想一顆慘的種子 需要多長時間 才能長成一棵結橙的樹呢 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我在加州長大 記得在後院裡種了一棵牛柳果樹 我要說 是需要 九年 每年夏天 我都在想 什麼時候會有牛柳果呢 它越長越大 和茂盛 仍然沒有長出牛柳果 最後那一年 我們搬離開爸爸的家 住了二十三年 才有牛柳果 很多人 在最後的時刻 才放棄他們的神跡 很多人 在太陽升起之前的 六點鐘 放棄了他們的明天 這個世上 有些人不堅忍 將會落到路邊 但是 你 不是其中之一 你更加剛強 你有神在你裡面 你會堅忍 你會的 你會 即使你已經放棄了 即使你已經退出 你還活著 這還不算太遲 回到那條路上 繼續走向神為你預定的終點 神 將會帶領你度過 祂會完成 在你身上已經開始的善功 這是一個應許 這是神所說的話語 你是泥土 總之正在紮根 記住 任何植物生長的最重要部分 是看不見的那個部分 在土壤之下 神在你心裡紮根 美好的事就在你面前 復活 可能是最合適的詞語 是 基督徒世界觀的核心 復活 是說 我們服侍一個王 耶穌軍王 祂可以令已經死的東西 不僅恢復生命 更讓生命復甦 祂使祂復活 復活是指你得到的 比之前失去的更好 復活是指已經死的東西 當祂將祂回復生命的時候 比以前活著的時候更好 信心就是說 我看到我生命裡的那樣東西 已經死了 但是我拒絕承認死亡 就是整件事的結束 信心說我將會堅忍 因為我相信 我所服侍的軍王 將會使祂活過來 甚至比以前更好 你人生中失去了什麼朋友 你為祂悲傷 你為祂哀悼 但我想向你保證 我想給你希望 復活是我們信心的核心 復活說 無論你失去了什麼 基督會使祂回復生命 以一種新的更好的更好的方式 只要你釋放出你的信心 你不需要很多信心的 只需要少許 如果你有100%的信心 甚至可以使用它 在你的人生裡做奇妙的事 每個人的人生 是艱難的 但是對於信徒 我們面對人生的困難 試煉和痛苦 我們活出信心 那就生出盼望 盼望永遠不會讓人失望 盼望是說 我不知道我將來會如何度過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認識我服侍的神的屬性 我知道祂愛我 我知道祂有能力 祂以前從來沒有使我失望過 神是信實的 祂會帶領我跨過 祂會 祂會 祂會領你跨過 所以保持盼望 要有信心 走前一步 堅忍 不要放棄 這些不是因為你是誰 你是個得勝者 你是個繼承者 這個已經得到一切所需的人 跨過終點線 去進入神給你的呼召 如果你相信 請說 阿門 耶 基督徒世界觀系關乎 對未來有積極的看法 只要每一個人 信靠我們神的慈父心長 和美善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 我不能處理我人生的很多事 我自己也不能處理 事實上當你說 我能夠處理 這是你最壞的說法 當你經歷一些 你不能處理的事的時候 而你最好的說法是 我不能處理 但是神是可以的 這就是信心 當你失去一個你愛的人 如果你失去了一個小孩 你不能處理 但是神可以 無論你在經歷什麼 你所面對的任何疾病 你所忍受的任何損失 任何你感到羞恥的事 無論是什麼罪 奪去你的喜樂 如果你面對精神問題 無論你今天掙扎什麼 你說 我不能處理這件事 你可能是對的 但是神可以 信靠祂 不要放棄 祂會帶領你度過 如果你心裡有什麼喜樂 請說阿門 對 我很喜樂 因為我知道我的神是美善的 我很喜樂 因為我知道 我在人生裡面對的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但是我知道神可以 我知道神會解決 我知道 讓任何我可以祈求的計劃更好 我知道神是信實的 我知道祂更有智慧 我知道祂比我更關心我的人生 我知道祂比你自己更關心你 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你很關心你自己 你肯定是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但是神更關心你 祂是很關心你的 祂關心你 就像媽媽看著小孩一樣 祂愛你 所以 神 可能讓你經歷 你不能處理的事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將會有信心 你將會紮在 對神屬性的認識上 就是說 神是美善的 神是信實的 即使你有點煩 對嗎 即使他有點煩 我是神的朋友 我可以這樣說他 我知道 祂的時間很煩人 但是教練很煩 爸爸也很煩 還有那些 他使我們成為 想像中更好的人 他們可以是非常煩人的 但是他們這樣做 因為他們愛我們 他們這樣做 因為他們希望我們 更加剛強 更加有智慧 更加充滿喜樂 更加有平安 神太愛你了 將你放在現在的景況裡 祂會帶領你走過 總會是很喜樂的 這些就是雅各所說的 雅各書 一章二節說 我的弟兄們 你們在遭遇各種試練的時候 都要完全捍衛 喜樂 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信心 經過考驗 就產生堅忍 並且要讓堅忍 發揮完全的功效 使你們可以 又完全 又原備 毫無缺欠 雅各是一個經歷了很多的人 是他說 我們身為信徒 當我們經歷試練的時候 當中 會有喜樂 因為我們知道 即使當中 是可怕和痛苦的 我一位 復活的神 會使 已死的東西 不僅復活 還會使他們 變得更好 有這兩個詞語 我讀出和合本 成熟 和完全 翻譯這兩個詞語 真是很困難的 Telix 和 Holacrux Telix 和 Holacrux 這兩個詞語 幾乎是相同意思的 你掙扎想正確地翻譯他們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 有時他們被翻譯成為完美 有時他們被翻譯成成熟 意思是 東西變得完整和完全了 完整 你有沒有覺得 你人生 有一部分 缺少了呢 你有沒有覺得 你的心靈有傷痕呢 你有沒有覺得 你心要破碎 你傷痛 你被利用了呢 有治療的方法 有事情發生 在痛苦 苦難和生活的掙扎裡 即使人生真是很痛苦 但是這個東西 讓你完整 就像你喜歡拼圖 你砌了完整的拼圖 但是中間有一塊拼圖 不見了 每個人都在房裡 到處找 我終於找到了 我找到了 當你放進那塊 如果你有強迫症 你把那塊拼圖放在中間 然後 啪 好 嗯 有些人有這種感覺的 好像你心靈裡揭少了什麼 我們人生裡面對的苦難的應許是 如果我們以信心和盼望去堅忍 那真是會使我們更剛強 更平安 更喜朗 更加有能力 當我們教導 思考和領導 就好像用路 對 金 痛苦和生活的壓力 對一個信徒 對於有信心的人 只會使你更加剛強 只會使你更喜朗 只會使你更加成熟 他填補了所有的裂縫和空虛 一份基督教看物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問了一些人 什麼時候 是你個人成長裡得到最多的呢 你知不知道那個答案 不幸的是 不是在我定期去教會的時候 不是在小組 不是在查經班 不是在淑寧操練 而是在苦難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說 我成長得最多的時候 是在苦難或痛苦裡面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 苦難和痛苦 不會使你成熟 苦難和痛苦 不會使你更好 而是在苦難和痛苦裡面 信心使你更好 因為信心增強這個真理 就是無論生活有多難 神仍然在我的身邊 祂會帶領我度過 就是這樣 當你在好日子的時候 你沒有那份擔心和懼怕的感覺 纏擾你 但是如果 壞事發生 痛苦和苦難的熔爐 其實是使你更加剛強 更加勇敢 更加平安 因為當事情順利的時候 你不會不斷擔心 失去好的事 你能不能夠 如果我失去這些事 我知道神的屬性 祂會用更好的事來代替 祂會將我人生已經死的東西 恢復生命 以比我想像中更大 更好的方式 你相信不相信 我為你相信 今天接受祂吧 我最近開始跑步 在今季完結的時候 我是從未試過 最胖的 我有二百二十磅 對我來說 我知道 但是對我來說 肥了很多 開始看到了 我開始肥了 我知道了 不要緊 我需要開始跑步 我需要開始 吃得好一點 這幾個星期 我沒有再吃過漢堡包了 每一次 我一向擅長跑步的 我一向喜歡跑步的 所以幾個星期之前 我就開始跑步 在加州 我享受去巴爾波亞半島 在早上跑步 真的很好 嗯 我在跑步之前 總會說同樣的話 我總是告訴自己 跑步速度要舒服 因為呢 到最後 感覺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想跑五里 或者十里也好 而你一段時間沒有跑 你需要以一個很久沒有跑的速度來跑 你需要以比步行快一點的去跑 我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身形變了嘛 幾個星期跑步之後 我開始感覺很好 覺得自己應該可以 跑快一點的 不好 要以你能夠 永遠可以跑的速度 接著好像有個跑步好手 我只是這樣慢跑 他在我身邊擦過 他也在跑步 我真的很想 我也可以跑那個速度的 但我說不好 我有我的原則 這就是龜兔賽跑 我就是這樣繼續跑 他消失了 然後大約十五分鐘之後 我看到他在我的前面 就像這樣 跑一會兒 然後停一會兒 走一會兒 走一會兒 之後又跑一會兒 然後又停一會兒 然後我們越來越接近了 他正在喘氣 現在他就好像 快要死了 而我呢 再見 我們會嘗試和趨速事情發生 我們嘗試和強推事情 我們感覺神應該把英許放在我們心裡 我們嘗試和製造它 有時候我們只需要按著平穩的步伐去做 有時候在生活的節奏裡 我們走得太快 我們根拼力盡 我們不能堅忍 因為我們試圖背負超過所需的 我可不可以說 神是有足夠的能力去承擔 那些你嘗試 但是其實不需要承擔的東西 有時候 你只需要決定在人生的競賽裡 生活是一個馬拉松 而不是短跑 在這個人生裡 是關乎一步一步去走 我可不可以說 我相信你是一個熟齡的馬拉松選手 馬拉松選手是不會放棄的 但是當疼痛的時候 當他們感到疲倦的時候 也不會放棄 他們到達終點的時候 才會放棄 這就是你了 你會繼續努力 你會渡過這個難關 一步一步走下去 因為你的神跡是奇妙的 神只要求你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不要獲利離場 繼續向前一步一步走 你將會獲得勝利 這是從主而來的 你知道 在阿伯拉罕的書 或者《創世紀》裡 阿伯拉罕從神得到這個應許 七十五歲的時候 他要成為大國之父 而當時他的名字 阿伯蘭 意思是偉大的父親 他得到這個應許 十年過去沒有事發生 最後阿伯拉罕和他的妻子 撒拉決定要阿伯拉罕和他的仆人 下級同防 他們嘗試強迫神職出現 以實瑪利出生 這個以實瑪利人 他的後裔成為以色列的一個大問題 因為他們試圖 吹逼神的神職 甚至在以實瑪利之後 仍然要等十五年 阿伯拉罕一百歲了 他的應許終於實現 不要嘗試吹逼神的應許 只要一步一步去走 按你的處境裡 你會見到神會帶領你得勝 在我結束的時候 可不可以再給你一個建議呢 我阿伯經常說 冬天永遠不要斬樹 你知不知道這個說法 在冬天是真的 尤其是在俄克拉罕和馬州 或者如果你來自寒冷的地方 在冬天每棵樹 看來你好像枯死了 然而只有在春天 你才看得出哪些樹 是活著或者死了 農夫經常說 你永遠不要在冬天斬樹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 哪一棵是死的或者活的 所以對那些在家裡收看的人 永遠不要在冬天斬樹 永遠不要在低落的時候 做負面的決定 永遠不要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做重要的決定 我經常想起我犯的錯誤 我所說的話 所做的決定 因為我不開心 因為我情緒不穩 我今天遭透了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 我們的歷程 經常脫軌 或者兜路 是因為我們做重大的決定 是在 感覺很差 很糟糕的時候做的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曾經情緒不穩 我們也曾經飢餓過 對嗎 我見過一件上衣寫著 我對在飢餓時所說的說話 講對不起 我們也曾經這樣 但我想鼓勵你 信心的重要大部分 我認為 是認識到情緒 是人類的一部分 我們真的不應該 在情緒不好的時候 做負面或者重要的決定 而影響一生 我們應該在感覺愉快 感覺樂觀 和感覺有信心的時候 做決定 那就是你做決定的時候 你會察覺到 這樣能使你在人生裡忍耐 朋友 你會做到的 你將會到達 你會穿過那條終點線 不要放棄 不要退出 你將會得勝 阿迪生說 英雄不讓任何人勇敢 他只勇敢多五分鐘 不要放棄神給你的神證 將要來臨 要來的 緩慢平穩步伐 會贏得比賽 你和神會道過的 這是個應許 主啊 感謝你賜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充滿了喜樂和信心 我們釋放出我們的信心 我們說主 今天我們要放鬆 我們每一刻走路的時候 將不再匆忙 我們將不會在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作出決定 主啊 我們祈求你每天此下之威 堅毅和喜樂 你有啊 主 我們愛你 我們奉耶穌聖命祈求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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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主赐福你 保守你 圣主用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圣主向你仰念 赐你平安 奉圣父 圣子 圣灵之名 阿们 阿们 圣经雅各书 第一章第二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 都要汉为喜乐 人生充满各种挑战 怀疑 苦难 和试炼 小一份牧师鼓励我们要信靠神 在人生的风暴 或者当我们面对各种的试炼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信心和信靠神的美善 神是会带领我们跨过 因为经过信心的试炼 会锻炼出坚忍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当我们的人生持守着信心和盼望 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干强更加快乐 经过了苦难之后 我们就会变得成熟 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我们的人生好像马拉松比赛 我们都是熟灵的马拉松跑手 只要当我们继续一步一步向前走 神最终会帮助我们跨过终点 我们就会进入神给我们的呼召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全能时间这个例子电视节目 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 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 和星期日的早上6点 你也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www.ourpower.org 或者mytvsuper 多谢你收看 神爱你 下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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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